今天我們會繼續做Trigonometry的題目 這個題目其實我們計算的方法是很簡單的 你知道高就找回底 我們會有兩個方法去找回底是有多長的 我們可以去看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這個三角形來看 我們先加一個D 假設我們現在這個 就是這個Z X 和D 這個是52度 這個是28Cm 第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用Psychozy Tangent的方法去找 就是Tangent 52度 就會等於 28Cm 除XD 即這個底的長度 按這個XD 其實就等於28 除Tangent 52度 在這個位置我們不會先按答案 因為當時你按了答案 會有4寫5入 會影響到最後的答案 所以我們去到最後一次過才按 第一個找這個 第二個 看另外那邊的三角形 Z D Y 這個就是25度 直角 28 這個 它也是要找Tangent 25度 就是28 除D Y 在這裡 我們的D Y 其實就是28 除Tangent 25度 所以我們第一個 個就找到它的XY 其實是等於XD再加DY 那就是28除tan52度 然後再加28除tan25度 然後在Label開始按機 找到81.9cm 那就是Cm Screen 我們因為題目要3 significant figure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方法 去找那條線的長度 所以就是Cm 找完線之後 我們就找個Area 我們知道它的高是28 所以Area抵成高 那就是81.9cm 乘高 28 再除2 其實這個步驟 我會建議用完整的十幾位數值 會準確一點 計算完之後 最後就找到1,150cm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個方法去計算的 其實我們也會有第二個方法去計算 第二個方法其實跟它是大同小二 不過呢 會有多一個位置讓大家可以計算 那我不一定要限定要90度 那這個 這樣吧 28 其實我是用邊的比例去計算 這個就是 這個第一個是52度 這個90度 那這個呢 我們就是38度 這個 我們浪費了它 它就是對著這條的28度 那這就等於 那我們 我們 的38度 就是這個 對著這條的 是XD 對啦 我們就可以 用這個方法去計算它出來 XD等於Size的38,Xize的28,Xize的52度 其實兩個方法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第二個方法可以用起非90度的題目 而第一個方法是用Tangent的原字方法計算 就一定是用90度才能夠計算 第二個方法是另一個三個人 都是同樣用Size去計算 這樣就可以讓你有多一個選擇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